大家好 21点23分了啊 9月25号礼拜六 聊聊谢绝斋啊 刚才有的北京人啊 北京的朋友他们聊谢绝斋了 王定国啊 谢绝斋是1884年5月出生的 1884啊 如果是 1884 1896啊 二零一九零八 一九二零一九三二 一九四四一九五六 一九六八 那他是属猴的啊 谢绝斋属猴的 死于一九七零年的六月十五号 一九七一年 那他活了十六加七十一 活了八十七 在那个年代他很高瘦了啊 当然了人家吃的好喝的好 可能还有遗传 是吧 保健医生服务员厨子 是吧 警卫员 司机 养尊储優嘛 他学名叫 维君 自患男 号则称 别号绝斋 湖南宁乡人 宁乡好像刘少奇就是宁乡人啊 反正湖南出了一大票 共产党的高官 共产党的高官 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怀 贺龙 罗荣环 是吧 什么谢绝斋啊 好多啊 好像什么滕代远 是吧 呃 国军也出了不少 文强 呃 什么这个宋西连 呃 也出了好多啊 这个清朝 左宗棠啊 曾国藩 曾国权 是吧 这个 他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啊 我们看看他的家庭吧啊 了解了他的家庭 他第一任夫人 叫何敦秀 何敦秀 1879年至1967年 那79年 他是84年 比他大五岁 是吧 女大三 抱金砖 女大五 赛老母 啊 当然我认识的中国人 在西班牙的 还有娶了比自己大七岁 媳妇的 有俩啊 大五岁的有一个啊 哈哈 他这个啊 大了 五岁啊 女大五赛老母 那会儿啊 愿意 娶岁数大的女的 来了就生孩子 来了就干活啊 都是那样 就不把女的当人看啊 这个 我奶奶就比我爷爷大了好几岁啊 具体大几岁啊 反正他们都不说啊 三岁到五岁总是有的 这个 何敦秀啊 1879至1967 也还行 活了88 也是高寿啊 这个有时候说谢绝哉管 何敦秀 叫何敦秀 冬天的冬啊 出生于湖南宁乡 草葱啊 草 那会儿什么韶山葱 各种葱啊 湖南那边 莲花山村 出身是中医世家 父亲在清朝还种过举人啊 那他们家也是乡绅啊 这个书香门帝这一层的 还做过清朝的官 他父亲 1899年啊 近20岁的 可能没过生日的何敦秀 与15岁的谢绝哉结婚 和谢绝哉 育有四男三女 生了四个儿子 仨闺女 其中三男两女 活到成年 七个活了五个 活到成年 跟我们家一样 我妈还生了七个 活了我们五个 一样啊 1920年 谢绝哉离家了 后因参加革命 有家不能回 1939年 何敦秀六十大寿 谢绝哉写了长信 写了一封长信给发妻 何敦秀祝寿 发妻 就是结发夫妻啊 用我妈的话叫抓救夫妻 抓救 就是那个 过去那人有一种叫抓救 小女孩梳的那个头发 抓救啊 就是那种结发的啊 此后 谢绝哉又几次置信和敦秀 1951年9月 为什么1951年啊 共产党掌权了 他们共产党这批人 结束了颠沛流离 甚至有生命危险 对吧 给国民党赶跑了 9月 51年9月 又写一封信 他说 我的意见 你不来北京为好 他这个头一任老婆 也想到北京 想想福吧 理由如下 第一 我们离开了20多年 我们就是咱俩 是吧 就是咱们俩这个分开了 离开了 就是分开了 我在外又有了家 是吧 又娶了那个王定国 王定国也就在一米四 到一米四五 特别矮 那老太太 你如来 你如果来 很不好处置 要发生纠纷 王定国好像比这谢绝哉年轻 要比他年轻28岁左右啊 你啊 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 现在是新世界了 共产党好像后来 1949以后过了几年吧 好像五五零年代初 就新的婚姻法 不允许两三个媳妇了 只能一夫一妻了 所以那会儿侯宝林 撒媳妇 后来离了吗 剩一个 你我都是上70的人了 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 这个 经不起烦恼 就别折腾了 别闹家务啊 闹纠纷内讧 对我不好 对你也不好 在1950年代末 过了几年啊 50年代末 80岁的何敦秀 岁是大了啊 被小儿子叫谢放 接到北京定居 他与谢绝哉 王定国曾有往来 1967年 何敦秀逝世 王定国帮忙 料理了后世 他生了几个孩子 你看啊 长子叫谢连伯 是个农民 次子谢子谷 曾任友人中学 友好的友人词的人啊 后为宁乡县六中的校长 后回乡当农民啊 谢子谷的妻子 叫何观叔 三子早亡 就是夭折了啊 老三 第四个儿子叫谢放 就是他 给他们接到北京的 给他妈啊 1913至1996啊 也活了83岁 原名谢正航 1937年在延安 抗大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啊 1938年参加CCP 中共 1939年 任中共中央秘书处 机药科科长 及毛泽东的议店员 给毛泽东翻译电报啊 机药科的 秘书处机药科 这个中共中央秘书处 就是后来的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也曾经还要过我的货 算我的客户啊 1944年 任八路军 三五九旅 政治部副主任 三五九旅 不就王震吗 南尼湾 大生产运动 张思德 是吧 这个 1949后 历任解放军后勤学院 后勤学院训练部 考核科科长 国防科委 华北办事处政委 国防科委 后勤部 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 授予中校军衔 96年 6月30日 在北京逝世 女儿 叫谢群英 后来残疾了 是个农民 还有一个女儿 叫谢冰如 也是农民 第二任的 妻子 叫王定国 1912年 出生 2020年去世 这老太太活了 108岁 1912 我看看谢决斋 是多大岁数来的 1912 他是1884 差了28岁 差了28岁 1937年 那王定国那会儿 25岁啊 经 由中共党组织安排 就是 拉郎配 给你配的 那会儿有个 叫258团吧 285团 28岁 5年以上党龄 团级以上干部 285团 才能找媳妇 因为延安 好像有一段时间 男女比例是 1比25 还是1比28呀 女的特别少 你要不弄这规定 得出人命 得动枪 是吧 他和谢决斋 育友 生了五男二女 长女叫谢洪 啊 谢洪 这个 1938年生 3850 6274 子属丑牛 阴虎 啊 属虎的啊 是财政部的处长 已经死了 啊 然后这个 第二个儿子 然后是谢飘啊 飘来飘去的飘 39年生的 是吧 39年就是属兔的 一般来说 对外经经贸易部 啊 外经贸部 现在叫商务部 什么纽帽生啊 什么这个石广生啊 吴仪啊 啊 什么这个这个 呃 贵州的那个 谭世贸那副部长 叫什么 那种龙永图啊 啊 还有那个薄熙来 都当过部长的啊 在那 离休 第三个儿子叫谢飞 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 是个导演啊 不是那个谢天 谢天是上海的 老家是浙江上渝的啊 他们家要从他爸爸这儿 从谢绝斋这儿 算湖南宁乡的 王定国是四川人 四川迎山县的啊 第四个儿子叫谢烈 国家海洋局工作 第五个儿子叫谢云 总参工作 退休了 离休吧 算离休 第六个儿 女儿叫谢亚霞 在德国 从事医学工作 第七个是个儿子 谢亚旭 在国管局工作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啊 刚才有人说 刚才有人说这个谢绝斋的儿子之一 练法轮功啊 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吧 你看这有这个国家海洋局的 有总参的 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管局的 嗯 有这个电影导演的 有外经贸部的 有财政部的 他们家这些孩子 你看全是好单位 全是吃公家饭的 还都是有一定职务的 是吧 老百姓行吗 老百姓 你当个扛大包的装卸工 是吧 扛大包的装卸工啊 你当过富时商店的 啊 粮店的 卖东西的 售货员 这算不错的职业了 有很多就是国营工厂 上个班啊 什么缝纫机场 洗衣机场 还弄不好 就下岗 是吧 又有点合着押韵哈 缝纫机场 洗衣机场 弄不好 你还得下岗